近年食品安全旅出包 让国人越来越重视饮食健康 进而吹起养生风潮 但卫福部公布103年国人十大死因 二性肿瘤连续33年蝉联第一 上升的部分有包括肺炎 还有高血压性的疾病 那这两个是呈现上升的一个情况 除了二性肿瘤排行第一外 还有心脏和脑血管疾病排行在后头 至于去年统计排行第四和第五的 糖尿病肺炎顺序护掉 除了可能是饮食习惯导致罹患糖尿病外 值得注意的是往前晋升一个名次的肺炎 耗发于高龄人士 由此可以凸显人口老化问题日趋严重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 国人死因大多为慢性疾病 平均每3分13秒就有一人死亡 比上年统计快转11秒 肺炎这个疾病其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疾病 就是说它除了细菌性外病毒性 然后跟个人的免疫系统也有关系 所以整体来看应该还是整体年龄老化 造成的一个问题 65岁的男女性在恶性肿瘤中 光是肺癌 肝癌和肠癌就占了50% 如果想避免恶性肿瘤缠身 恐怕还是得从生活习惯做起 多吃蔬果不要摄取过多加工食品 才能有效跟癌症说拜拜 记者陈旭秀伟 森局小组 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